美國國務院因應初選案 對負責執行國安法的內地和香港官員 實施新的簽證限制 行會成員兼資深大律師湯家驊 認為是政治偏見主導 扳評西方媒體對案件沒有足夠理解 郭婷貞報道 初選案裁決 觸罰美國對執行國安法的內地和香港官員 實施新的簽證限制 行會成員兼資深大律師湯家驊 認為是政治偏見主導 西方媒體也對案件有相當程度的誤解 對於有說法指 往後如果政府做得不好 是不是都不能夠引用基本法條文 要求罷免行政長官 湯家驊說這個是錯誤理解 以原正當合法地行使職權 仍然可以受法律保障 又重新這次的裁決 反應一國兩制下 尊重法治和人權的角度 沒有改變 完全沒有那些閉門造居 或者關門莫須有這麼強行抓你坐牢 沒有那些情況出現 你可能不同意法官的看法 但是我們的制度容許上訴 雙方都可以上訴 每一次上訴都會有一次非常公開的討論 不要忘記到終審庭 我們是有外國的法官坐在這裏 他又說不少已經是香港的外資 對《國安法》沒有負面看法 只是回到自己國家之後 面對很大壓力 認為沒有必要幫中國或者香港辯護 他相信西方對香港的評論 很難在一時三刻改變 有線新聞 莫停徵不斗